我们继续来看 预售屋的这部分 现在目前看起来 几个区域还是蛮热络 特别来看台北市的 预售热区出炉 这个部分其实发现了 五大重化区里面 特别在士林区这边交易量最多 那么士林区里面 又以最近蛮多人在讨论的 北市科 我想请游民给一起来看 到底这个重化区的概念 你觉得现在还可以有办法 投资或自主吗 当然还是可以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 大环境的一个部分 因为周南部的很多人都说 台北市天龙国 台北人就会抗议 他说你说的天龙国 你指的是重化区跟天母 我们不是天龙国的天龙区 我们是正常的台北人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如果以鸟看的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这个很妙 早期的台北市在都市发展 如果你有看台北地质的话 你会发现早期的先民 因为没有Googleman 所以他们会去选择住的地方 人口稠密的地方 一定是当时环境最好的 比如说经商区的 比如说像万华 或者是总统府旁边的城中 或者是你看到很少地震 少风少雨的天母 地质很硬 大部分都是这些区块 重化区当初就没有人要住 所以它才会空那么大块的树地 要么就做工厂 要么就做仓储 要么就做其他的一个用途 但是因为随着90年代开始的话 信义计划区的一个成型 所以带动了整体的一个 所谓的重化区 所以它现在是鼻祖 因为它的成功 所以才把很多的树地 开始在整合的时候 变成说心腹阶层 或者是年轻的 第二代的 他们愿意去住这种 街道比较规划 比较整齐的 现在你环顾整个台北市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真正唯一到目前为止 仅存这一块比较大型的 不是说其他没有 是说比较大型的 大概就是正北市科 北市科的一个环境 等一下我们再说明 大概是在这一区 当然比较接近士林的这一块 是属于蛋黄 比较接近北头的是 属于蛋白的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北市科的一个规划 这里没有业配 基本上的话 它的形状大概是长这样 你说一般我们去住 这样的一个区块来讲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距离捷运会比较远 它目前吃到的一个捷运的话 大概就是石牌 明德 芝山 远一点的话 士林跟建坛 大概明德站会稍微比较近 如果你是住在 闻林北路这一区的话 大概步行差不多10分钟 10分钟对很多人来讲 是稍微远的一些 所以一般的重化区 大部分都还是以开车为住 但如果是以开车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它就是池底下的高速公路 可是重庆北路那一段 非常非常地塞 接下来的话 当然连外道路里面还有开 最近在周美快速道路里面 又开了一个福国路的引道 这个引道的话 其实是还OK 最近盖了一个很奇怪的北翼 这个北翼我们都俗称 筷子贡丸 百叶豆腐跟猪血糕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地像 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北翼科的一个构想 或者是它未来的一个规划 跟内科会稍微比较像一点 因为它毕竟都有科技的一个概念 如果以科技的一个角度来讲 北翼科跟内科又有一点点不同的差别 北翼科里面的话 智慧医疗占比较大的一个比重 然后部分的一个科技的 比如说像人保的办公室也在这里 所以这一块完整的一个区块 大概都是集中在这一区 就是科技的这一块是在这里 然后住宅区是在东北 东西两边 如果以稍微比较机能比较好的 目前单价比较高的 应该就是在 成德路跟文林北路中间的这一块 目前有破百万的一个区块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建商 如果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沿着成德路一直往下走 过了百林桥走成德路 然后你会发现 大部分有一些建商都在这里 那几个比较大的推案 我觉得台北市的一线建商 比如说像蒲珍 比如说像华谷 如果他们都有在这里插旗的话 包含像大陆工程 我觉得这一块区域发展的机会 就会很高 而不是属于比较小型的一些建商 这点大家可以留意 OK 给大家做参考了 谢谢永明哥 另外来看看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 台北市房价真的很高 我移居到新北市 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市这边 大家看了也觉得很惊人 这是在新北市预售屋跟中古屋的房价涨幅 好 我们这边请市场跟我们一起来看 发现预售屋的价格还是蛮高的 中古屋其实之前已经涨了一波了 中古屋的价格已经是蛮居高不下 但是预售屋后来居上越涨越多 这个预售屋跟中古屋现在价格要怎么看 目前今年可以从最近这两三年来看 其实预售屋的涨幅都非常的高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的人说 是因为建商黑心 所以涨很多 很贪心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那样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营造成本 真的涨很多 营造成本最近这几年来 基本上是涨了三到四成左右 我们还常常听到缺工 缺营造厂 所以新建案一定是比较会往上走 我甚至听到有建商还抱怨说 跟营造厂讨论了一年多 有些营造厂是接到不想接 可是中古屋 其实中古屋屋主他没有营造成本 他就跟着长就好了 所以他会跟着长 你从这个几个区块来看 你会发现 都是台北市跟新北市捷运可以到的地方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有重化区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新兴重化区 因为有推案量才有成交量 比如像永和 永和虽然很多台北人会想搬去那里住 但是那里没什么案子 一年到头五个手指头数得出来 所以他就没有成交量出来 所以从这个热区的涨幅看起来 我要跟各位朋友建议 如果你在买中古屋的时候 最好抓跟预售屋价差 超过三成以上的中古屋来买 会比较划算 就至少便宜三成以上 对 因为现在的装潢非常地贵 你的装潢成本至少会占房价的10%左右 除非你什么都不要做 这个比较少 中国的装潢费更高 对 如果交给设计师的话 至少都百万元起跳 所以你如果抓三成以上 你做完装潢之后 因为装潢之后你要转售 是带不走的 也卖不到价格了 所以之后你要转售的时候 比较有获利的空间 OK 不然的话 你如果只抓一成到两成 你做完装潢 可能中古屋的价格 跟新城屋预售差不多 新的 旧的 拆拆一两成的 代表太贵了 中古屋也太贵了 OK 好 所以这几区你的推荐会是 我推荐的话是看个人口袋深度 跟你可以接受的通勤的时间 你的口袋深度如果比较 比较深一点 你可以选板桥 三重 OK 用口袋深度来看 对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今年的房市 其实跟卖压有关系 我们过去就讲说 房价要跌 万事俱备 但是只欠卖压 卖压为什么出不来 像刚才李理事长就有讲说 如果交物量大的时候 通常房价都会跌 过去都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没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策造成的 房地合一税跟平均地权条例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卖压一直都很低 到了去年第四季 到今年第一季才开始升高 这个时候为什么升高 因为这个时候 平均地权条例要修法 所以很多投资客很紧张 这个时候 又为什么卖压又突然 从第二季开始突然往下降 因为这个时候那一声宣布说 禁止转售措施这个不回溯 所以很多投资客就抽单了 之后就一路往下降 那也因为说 预售禁止转售的一个影响 你会 这个欣益姐 我问你 如果你是建商 你以前卖房子 如果你一平卖50万 投资客买了50万之后 投资你要涨到55万 容不容易 可能很难 因为投资客可能卖个52万 53万 我们有竞价关系 但是预售禁止转售上路之后 禁价关系消失了 你要买房子 只能跟新建案建商买 建商又不是塑胶做的 所以你会发现 禁止转售之后 转售户下降了 二手屋主的攻击量也下降了 现在处于一个低卖压的情况当中 所以现在的市场 是处于一个供需失衡的状况 房价就比较容易涨 OK 因为供需失衡你觉得容易涨 OK 谢谢 李赛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一样是选后 全台七都中长线你比较看好的地方在哪里 有可能哪一个是下一个热区 全台湾我大概徒步翻岛走了三圈 就每个地方我都一步一脚印都走过 地盘次的搜索 所以我从宏观的角度来告诉各位 2024这一波的房市 七都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台北跟新北会抗叠 然后台中跟台南会稍微弱一点 新竹跟高雄会持平 那桃园会最强 桃园继续强 强很久了 还是亲谱 然后我这几个区域 你们会觉得很惊讶 那个刚刚台北已经讲过了 北市科 那新北市你们看到说零三蛋 其实我老早讲一个概念 大家过去这一波都在讲蛋黄蛋黄蛋黄 我一直在讲浅绿的蛋白蛋白蛋白 以前大桌是被不要买你说零三蛋 人口进去最多了就是零三蛋 而且它后面还有利多 领口已经商圈成熟了 淡水刚刚已经讲过了 有淡江大桥 还有北淡高速公路 高速快速道路 所以包括三峡 三峡你看去 你去徒步去街坡看看 那多舒服 步道 人形步道很漂亮 所以这三个区域 大家认为过去的蛋白 过去的鬼城 几乎是这一波涨幅最大 桃园是青浦 我等一下再讲 新竹 竹北 宝山到一定饱和的状态 所以它会持平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站稳 因为它商圈也成熟 台中 乌日 这个是高铁 高铁的乌日还有一些outlet会进驻 水南特区是以后的 整一是取代七期 也就是豪宅的特定地区 可能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长线 最近会稍微消化一点 台南是归人的高铁 还有从永康 从这个善化永康 一直往南走 一直走到高雄这个S航带的部分 高雄就连接了高雄的科技S航带 然后再连接到湾区 雅湾区 这是整个七都的范围 你会看到这一波其实最强的 就是青浦 它是中立 也是中立 青浦有人以前 我五年前去的时候 7-11会倒闭 现在你去看 你要看一个地方 它的7-11开得起来 可是房价已经长了一波了 继续还会吗 它将来会结合航空城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你们就会晓得 这个是三环六线 这个三环六线从台北这边 东边这边一直往中边 这个是新北市 那这个是桃园 你看桃园从绿线 然后航空城 未来航空城现在已经开始在 准备配地了 航空城一开发的时候 就会 它会有波动 它会有炒作的波动 但是就会把青浦带动起来 它会站稳 而且青浦它的商圈已经成熟了 而且未来青浦还是桃园里头 桃园为什么会最强 因为它人口进驻 从台北一直到新北 一直到桃园 桃园跟台北房价只有差距三分之一 所以它的后继潜力还很强 我们看到 你要看行政区的话 你要注意看 我刚刚讲过的 看Seven 看Starbuck 看未来它的 Outlake院院进驻 高铁轨道经济是下一波最强的 高铁轨道经济 不是捷運 高铁轨道经济 你去注意看 刚刚包括讲的嘉义的高铁 都还有机会 新兴工业区 新兴重化区 这三个加起来 你去注意看 所以自住的人 你不用担心 你虽然不是住在桃园 但是你全省都可以找到这些东西 找到这些东西以后 自住因为以盘待跌 所以你不用担心房价会 因为小坪数的 低总价的 还是不会有它的抗跌性 OK 给大家做参考了 谢谢理事长 相当看好 中长线还是有很多好的区域 我们再来看看 降息元年开始的 有哪些是降息受惠股 马上回来